台东是一间刚开幕不久的一间售喜烧店 在网路上遭台东大学学生爆料 以示因为老板态度恶劣而对学生破口大骂的影片 在脸书上引起了反弹 认为业者做生意太嚣张 而我们直接到台东大学直接找当事人出来 说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那时候跟他说 请问一下现在我们定位被取消的是怎么样 然后那时候老板娘走到后面他没理我 然后老板在我旁边 他电话拿下来 然后我再问他一次我们的情况 他跟我说因为我们超过十分钟了 他把我们定位取消 但是我跟他说我们定位杨先生并没有告知 我就回头问我杨先生 然后他说他在接电话订位之后他没有被告知 所以我跟老板check了一次 他说老板但是我们打电话杨先生 他并没有告知说过十分钟他被取消了 然后老板说我们告知把这边有写 你自己看 之后我再看了一下 然后我就走过去 他那时候跟我说 你是想跟我呛吓的吗 我没有呛他意思 我也没有像去不好 我只是阿Q站在一个消费者的 站在一个消费者的立场去报应他 而且毕竟昨天下雨中午下大雨 我们有些同学被请出来外面等 然后就是一个勤莫及问题 继续实地到遭爆料的店家听听老板的说法 讲说他们十一点的定位 结果到快二十分了 都没有人出现在现场 告知我们说他们迟到了 晚一点会到 然后后手他们出现了 但是我已经超过十分钟 我们店里面有十分钟已超过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转给现场客人 所以我已经把它转收给现场客人 他们后头来 我也很礼貌地跟他们讲说 不然请他们捎带 我等一下里面还有多少空间 我尽量全部挪给他们 请他们稍等一下 他们在外头等 从这研堂当中发现 双方的说辞似乎有出入 而学生有无大声斥骂老板 目前学生所提供的影片中无法查证 你不是跟我们讲说等后面的 等于说我们像现在在排现场一样 我跟你们讲 你们知道我到最基本的地方 我没有说没有在帮你们看 还在去个人 他跟我们大脚分大脚分 我们在外面能 不是我可以吗 不是我们现在不是在外面等 你不用跟我唱歌 我们里面的人要跟我唱歌 真的不想做台东大学学生的生意吗 老板这样回答的 我或许急了一点 因为那时候人急讲话口气会很快 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做你们这一群东大生 那我不晓得那一段 他是 我当时是怎么讲 如果真的讲到说 是针对前提的东大生 我会觉得我愿意道歉 我也很抱歉 因为基本上我们是欢迎 对 我们做生意的人不可能去 去得罪客了 而针对此事件 我们也直接找到消保官 回复类似的消费议题 一站在业者的服务的立场 应该要对于这个顾客的服务态度要好一点 毕竟我们是业者 对客户如果有什么误解 必须要透过一个和平理性的管道来一起沟通 这样子对业者对消费者来讲才是双赢的 我们也不乐见他们这样发生冲突 但是这个事情我还需要进一步再了解 到习上当中发生什么 也是什么问题 新店开张需要人气 但目前事件谁对谁错 双方各说各话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间刚刚才要开幕的寿死烧店 已经在脸书上引发不少的议题 以上的新闻是由东台新闻部综合报导